这小七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我 我怎么回来了 小七啊 你是不是因为失恋 今天受了什么刺激了呀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 对了 你告诉我 今天有没有见到放冷啊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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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火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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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火 怎么回事 小木 你快救救我 你怎么了 扎扎乎乎的 我不知道 我的超能力到处乱窜 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他们 你看 这不是很正常吗 不正常 楼下都要被我烧坏了 你冷静一点 跟我讲讲具体的症状 就是 我会到处乱窜 然后会到处放电 那有什么规律吗 规律不知道啊 哎 反正一会儿又要来了 小七 这会不会是你的错觉啊 哎呦 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吗 喂 小七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无辜乔班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你是有意的 我 我现在有事 我先不能跟你说话啊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哎 别别别别挂 我都听柴姐说了 我是特地过来开导你的 小七 你知道吗 人除了爱情 还要有工作 你知道有钱人的失恋 和没钱人的失恋差别是什么吗 不知道 很简单 没钱人的失恋 你连给自己买一套 不酷化妆的防水化妆品都买不起 我才没有失恋呢 要失恋 那也是疯了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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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没有骗我 难道是不可以说她的名字 小七 你不是在家吗 哦 哦 哦 哈哈 这个 一直在这儿就没走呢 哦 我知道了 你故意隔着一堵墙跟我打电话 下次不许这么浪漫了啊 我也是担心你 听说你今天跟我 你去 我的天啊 你哥现在是我的魔咒我跟你说 你不要提他 怎么了 快快快 你去找条绳子 快点把我绑住 我跟你讲 不然一会儿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快点去啊 你别说胡话了 你快点去啊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 我都会陪你一起扛过去的 你才扛得动呢 怎么 只有我哥才可以吗 别听你哥 喂 叫店里部门过来看看 喂 我害怕啊 我害怕啊 小七 别害怕 就算是出来了一只可怕的怪物 我也会保护你的 那要是有一天 你发现我也是一只可怕的怪物 你会害怕吗 就算你是一只可怕的怪物 那也是一只可爱的怪物 我保护你还来不及呢 别乱想了 走吧 走吧 跟在我旁边 好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家 嗯 那天在浴缸的时候 我已经安慰过他了 可是平时上班时我看不到他 你多照顾一下 我知道了 以后他再做这种傻事 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干嘛 你不是挺能耐的吗 都用上浴缸自杀了 这会儿你蒙什么头啊 我 我怕我变成什么吓动你 别跟我在这儿 演什么白蛇转 谁没失恋过 哭一场大不了就得了 离开我哥 你也算是脱离哭了 别提你哥 一提他我就浑身发麻 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 好好好 不提 我不提他的话 你能控制住不想他吗 我当然可以了 可以 那就好 我也是怕你闷着难受 你就先好好睡一觉 天大的事 等醒了再说 那我走了 我说了不许动他 我说了不许动他 雨停了之后 我们好好的 雨停了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来给你送早餐啊 听说你肠胃不好 特地给你做了养生粥 你不需要这样的 怎么不需要 绯闻女友就不是女友了 那我先去整理一下 不用了 做得更好 你肯定是尽身的 你肯定是尽身的 你肯定是尽身的